继续回来发达赶场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仍是Jason 恒生指数方面跌344点 跌幅接近2% 逐17,567点 成交方面630亿多 期指暂时高水价7点 17,576点 成交量有94,000多张 想和Jason现在看看 編号3800的保理协阴 看到今天升幅挺漂亮 接近7% 下午回来升幅继续扩大 越来越强劲 暂时到今天最高位2.33 看到他这几天都被人洗疮 都洗得很厉害 即使昨天有个比较好的消息 他可能会和富士康合作 拓展一些太阳能电池的业务 不过都逗不过大肆 但今天是否反映了这个消息 升超过600% 这只股份大家有买过 都应该很熟悉它的特色 跌又跌得多个人 但当市价格好下跌 穩下跌的时候 它要反弹的时候 整个升势也会较其他股份 会为大 说到最后 要买这只股份 都一定要有个心理的准备 它的波幅都会非常大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日跌一成 或者可能跌几个百分比 好像跌了很多 因为它同样地反弹的时候 也有条件可以一日之内 弹可能是一成了的 为什么你说这只股份 整体的波动性比较大呢 第一方面 因为它本身的杠杠率 负债比率的方面 都是比较高一点 即是意味着 当经济好一点的时候 太阳能行业可以再度发展 它有一只高杠杠 或者本身都叫做收购得比较多 其他公司的公司来说 其实它的受惠程度 都相对为之大 但当经济真的重新陷入衰退了 或者欧洲方面 是不断锻锁太阳能方面的补贴的时候 对它的原材料 多晶龟等等的产品 需求也会有个比较明显的影响 所以当它的股价 是那么受到 多晶龟、龟片、价格 这些走势主导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国内方面 多晶龟售价近期都好像跌得比较多的时候 那自不然它的股价都会跟着跌 但是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是否也叫做适宜捞底 那如果你想着短期内 博去一个反弹的话 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同样地 看到的RSI方面 就跟在八月中的时候 那个形态都差不多 当股价叫做一年跌了几天的时候 RSI也跌到接近30的位置 那些位置都见到股价在后段的时间 出现了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那今次会不会都好像之前的情况一样 看到RSI方面都会跌到接近30这些位置 又会不会都好像 藉着今天这个反弹 都有机会延续反弹的势头 那个股价有机会上去2.6 2.7左右 那个机会是有的 但是都要留意 当来的股价是反弹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整个的沽压都会比较大些 还有说到尾 就说现在国内经济又开始是叫做放慢 欧洲那边又甚至乎是陷入衰退 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于光伏行业 一些这么高成本的行业来说 补贴都有机会是叫做减少了先的 始终你说发展新能源是重要的 但是需不需要急在这一年去搞呢 如果你说这件事是可以不急的 可以迟几年才去做的话 我相信现在的政府就算有钱都好 都可能都是把资源 摆回一些更加重要的民生保障 又或者发展一些基建的行业行先 好啊 都解释了 看到今天大行出了个报告给他 就是登银方面 给保利协银300是一个持有的评级 不过看2元比现价还低 可以留意一下 Jason 我想跟你谈一下一些 指数方面的一些意见 大家都在估底 现在都去到17,500左右 会不会再探底 很多声音都说 觉得他还会去到17,000左右 但是看到另一间大行 出了报告 恒指现在已经见底了 年底目标去到25,800点 算一算 相比起恒指的点数有8,000点 年底只剩下3个月 3个月之内升8,000点 你又觉得有没有可能 除非你说真的奇迹出现 所谓奇迹 可能说的是 会不会原来希腊的债务 是没有预期中那么高的 又或者是会不会 希腊那班人会突然之间 很修心养性 愿意去到减赤 愿意去到减赤 愿意去到减人工等等 这些令到他们 可以满足到欧盟开出来的 削赤条件 又或者 会不会美国来到 奥巴马 共和党那边 和民主党那边 是能够可以 突然之间变成好朋友 大家去合作 做一些旧事的措施出来 那除非你说 这些条件是成立得到 否则我自己觉得 去到年尾 会不会有机会 借助一些基金 都可能要补仓 要分析一下储仓 可能有机会 弹回到19000-20000点 不排除这个机会 但整体来说 我自己都觉得 去到今年下半年 整个大市 都仍有机会 以探底为主 所以如果这些位置 打算反弹的话 我自己的目标 暂时都是先提到 大概是 慢点 18000-19000点 这些水平 是 好 18000-19000 你就是看这个位置 我亦都很想问一下 Jason 关于人民币方面 升值的问题 看到人民币方面 大家都可能觉得 中央方面 可能会压制人民币方面的升值 其实 这样来看 会影响到哪些板块 其实没错 我自己都觉得 未来人民币的升值步伐 就有机会较这一两年来说 会放慢点 最大的原因 就是见到 之前人民币的不断的上升 都令到国内很多 就是出口的企业 都面对一个 非常大的竞争的压力 因为自己 本国的货币升值了 代表着自己出口的货品的竞争力 相对其他东南亚的出口国家来说 都会变成薄弱了 当然面对着这个情况 都令到很多国内的中小企 都是叫苦连天 单又折不了 人工又加了 原材料成本又那么高 都令到他们近期来说 是越执越多的 所以如果你说中央真的要 撑起经济的话 相信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一定是要减慢一点 另外就是说 之前大陆方面 都比较担心 美国或者欧洲方面 都会不会是继续大量的印银子 令到整个货币供应都会不断增加 所以才不敢 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是放慢了 但你见到 刚刚联储各方面 都出到来的声明 都暂时都见不到 它会继续推第三轮的量化宽松 如果你说没有新的资金投入市场的话 即是说整个国际的大宗商品 见得到昨天的金也好 银也好 其他商品价格也好 都全部是跌了下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相信对于国内方面的输入性通胀 都会有所舒缓 人民币就自然不需要升得那么快 说回正题 如果人民币的升值步伐是减慢了的话 对于某些都叫做 依赖人民币作为一个主要收入的 会对收益来源的股份来说 包括航空股来说 整体的影响会比较大些 所以大家也见得到 好像国航那样743那样 见得到是之前的几个星期来说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当然如果你说 人民币的会对收益 真的跌了下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影响 国航偏号753 5.68跌是接近半成的 今日的航空股都过山车 好像偏号670的东方航空 现届2.69到升2% 早上明明下跌7% 一日波幅有10% 今天要留意版块 时间也差不多了 Jason做新报 谈谈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 谢谢Jason 看回大市方面 现在跌近360点 17,551点 而成交是649亿多 至于期指 高水近14点 17,566点 成交量今天也挺多 有98,000张 接近 家庭观众有任何疑问 记住都很欢迎你们 打电话给我们 204-6566 和继续传电邮给我们 askfbschannel.com 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 先休息一会 待会有第二个环节 第二位嘉宾和主持会和大家见面 待会再见